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叫可乐 她说自己没有爸爸 但是小女孩不知道的是 她的爸爸可是一位身家千亿的富豪 六年前 可乐的爸爸小帅是一个超级明星 他在粉丝见面会上对一个女粉丝一见钟情 女粉丝也对小帅心有所属 他们在对视的瞬间眼神里充满着爱意 这个女粉丝就是可乐的妈妈叫小美 很快他们两个坠入了爱河 他们在自由恋爱期间偷尝了禁锁 不久小美怀孕了 因为家庭地位的悬殊 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小美后面离开了泰国远走她乡 此后小帅继承打理家族事业 她也交过心理朋友 但她对初恋女友一直恋恋不忘 新女友每次不超过三个月就会分手 六年后 小帅无意间撞到了一个女人 她一看到她就觉得她特别熟悉 这个女人正是她的初恋小美 小美也认出了眼前的男人是孩子她吧 小帅说她好像她认识的一个人 见小美如此陌生冷淡的态度 小帅信以为真以为自己真的认错了人 原来小美的奶奶患上了阿莫茨 还是综合症 她被叫回来照顾陪伴奶奶 今天她带着女儿来到了小帅的商场购物 刚才可乐去找一只追求小美的阿中叔叔 却不小心误入了停车场 刚好看到了一个阿姨和叔叔商量排练绑架 原来这个美女是小帅的现女友阿弘 她想博得小帅的注意和关心 便撒谎说有坏人要绑架她 当小帅和助手赶到 助手打跑了一个男人 另一个男人却抱起了可乐 他们安慰小女孩不要害怕 小女孩说她不害怕 说这个叔叔和那个阿姨是朋友 可乐说叔叔和阿姨要先彩排下 又问他们彩排是什么意思 瞬间小帅明白了一切 得知自己的计划露下来 阿弘尴尬不已 此时可乐的电话手表响下 他便前去找妈妈 小帅看到小女孩的妈妈就是刚才那个女孩 感觉很疑惑的 他正想追上去问个究竟 却被助理打断了 此时小美抱着女儿也急着想离开这 他在抱怨阿中不该带她来到这 阿中便问他是不是还没有忘记小帅 小美却口是心非地说自己早已经忘记 并说那个男人不值得他记住 小美说即使他们在相见 他也会把他当作是认识的人 好奇的可乐问他们在聊谁 阿中便说他们在聊他妈妈的朋友小帅 可乐却默默地记住了小帅的名字 小帅在车上又想起了那个小女孩和他的妈妈 他突然有些怀疑到那个女人是他的初恋女友 而小女孩是他的孩子 于是小帅便连夜开车来到了小美的家门前 他不禁触景生情 想起了他们曾经相爱的甜蜜时光 原来以前小帅家的老房子就在小美家的隔壁 自他们相爱以后 每晚小帅都要送小美回家 想到他们甜蜜的往事 如今却物是人非 小帅不禁黯然伤神 他一时觉得那个女人可能不是小美 他下了车回到了老房子暗起了门里 原来这老房子他派仆人看守 他向仆人打听小美奶奶的近况 小帅让他们经常去看望奶奶 花奶奶看见小帅家的卖房信息 他想撮合小美和小帅 他故意给小帅打了电话说他要买房 小帅得知便急忙赶来 原来小帅根本不想卖掉房子 他上前用斧头砍断了广告牌 此时小美正从路边经过 他刚好看到了小帅 他误以为小帅是想尽快卖掉房子 和这里断绝关系 阿忠他以飞快的速度开了过去 他不想让小帅看到小美 小帅看到如此快的速度也是很义 小帅走进他曾经住过的房子 往事历历在目 都是他和小美相处的点点滴滴 他想起了他和小美一起在桌子上画画的画面 还有他们一起抢书的画面 还有小美数落他抢先吃柚子的画面 房里到处都是他们相爱的痕迹 仿佛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小帅痛苦地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忘记他 他越想忘记却越是刻骨银心 与此同时小美也想起白天看到的小帅 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往事也浮现在眼前 那天他们出场进步 那时小帅深情地说他们会结婚 说他们会永远在一起 想着如今的结局 小美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六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两个明明相爱的人恨上了彼此 得知女友奶奶的花园屋要建民宿 还在他们家之间建了个木栅栏 他便好奇地前去查看 他不知道的是 分开六年的初恋女友 此时就站在栅栏的另一边 而在栅栏这边的小美听到了他的声音 他心慌地愣在了那里 当小帅要打开门前来看奶奶时 小美急忙把门锁上了 他又偷偷地躲在栅栏这一边 小帅见门被锁上了 他不禁被点失落 他又自言自语地叫起了小美的名字 小美听到他的呼唤 他不禁呆站在了那里 两个相爱的人隔着蚱蚱无声地站着 小帅看到了一个跑过去女人的身影 他很好奇那个身影到底是谁 他在开网络会议也一直心不在焉 他说要把那个木栅栏拆了 可助理却直接说出了他的心事 说他想知道小美在哪里 晚上他在想着那个跑过去的女人是谁 想着小美回来了 他不禁脸带笑语 白天他正想着一些烦心事正愁眉不眨 突然出现了个小女孩前来给他送柚子 男人不知道眼前可爱的小女孩 正是自己的女儿 小帅对着小姑娘连珠炮试地问了许多问题 问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家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只说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说了再见 一瞬间就跑着离开了这里 小帅正要追上去 家里的仆人却拦住了他 小可乐跑到花奶奶这里 花奶奶夸他非常棒 原来花奶奶想让他们这对妇女相见 得知花奶奶让女儿给小帅送柚子 小美请求花奶奶让她下次不要这么做 小帅吃着柚子觉得这是花园屋里柚子的味道 他终于按耐不住好奇心 于是他来到了隔壁的花园屋 他看到地上有块丝巾掉在了地上 不禁又想起了过去的往事 那天小美也是披着那块丝巾 告诉他 说他很爱这个孩子 小帅也告诉他很爱他和孩子 他对着小美说他已经准备要组建家庭了 当他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继续想走进屋时 王奶奶却阻止了他 小帅问这家里是否住着一个小女孩 说他想再见见那个小女孩 王奶奶撒谎说这里只有三个老人 还请他离开这里 小帅便只得无奈离去 当他离开时却发现地上的丝巾不见了 此时小美却躲在绿植后面 偷偷地看着前男友 当小帅看向这边时 小美又急忙躲了起来 小美看到女儿就觉得很惭愧 说自己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不禁又回忆起了往事 那天粉丝见面会结束后小帅找到他 就是从那天他们开始了他们的爱情 小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他发出感叹 小女孩不知道他喜欢的叔叔正是他的父亲 热心的花奶奶想让这对分开六年的妇女见面 他再次带着小女孩去找小帅 却发现门被锁伤了 花奶奶正在郁闷之际 小帅家的仆人爬门进来撬锁 仆人说他怕少爷伤心不敢告诉小美回来了 因为他们以为小美结婚还生了孩子 花奶奶才明白原来小帅什么都不知道 花奶奶和仆人聊天之后 才发现小女孩不见了 花奶奶正着急上火时 小女孩却摸起了她的脚 原来小女孩从洞里爬过去了 花奶奶让小女孩去找小帅叔叔玩 小帅发现了正在斗玩虫子的小女孩 小帅抱着小女孩进屋去玩 发现小女孩和他一样喜欢车子 小帅又问了小女孩来自哪里 小女孩说他来自于UFA 得知他的曾祖母记性不好 小帅倍感惊讶 他又问起了小姑娘的名字 得知小女孩叫可乐 他不禁陷入回忆 想起当初他和女友给孩子取的名字正是可乐 小帅明白了眼前的这个姑娘是女友的孩子 他急忙给她拍了照片 他又想起了那天在商场撞到的女人 小帅证实了那天他见到的女人是女友 而这个女孩正是女友的女儿 小帅瞬间觉得可乐给他吃的柚子 是世上最好吃的柚子 可乐又把车子放回了原处 小帅又问及可乐他的爸爸是哪个 可乐却说他的爸爸上了天堂了 小帅又问他的年龄 可小可乐太小了 一下子说五岁又说四岁 另一边小帅的女友去他家找他 小帅的继母和继妹却不怎么待着他 阿红便去的帅妹问小帅的去向 哪知继妹却来找他们的麻烦 他发火把水杯丢在了地上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那掉在地上的玻璃碎片 竟好巧不巧地飞到了他的脸上 得知小帅来到了老家 阿红也来到了这里找小帅 刚好碰到了阿忠 阿忠才知道阿红是小帅的女朋友 他们刚好碰到小帅带着可乐出来 原来小帅是想送可乐回去 阿忠看到可乐就急忙把可乐抱了回去 并数落小帅没资格可以再踏进他家 直到小帅听到可乐称呼他为阿忠叔叔 阿忠把可乐抱回了家 阿红撞见这幕 才知道原来那个孩子是小帅初恋的孩子 当小美帮女儿收拾包包时 发现包里的玩具车 原来那个玩具车是小帅故意放进可乐包里 阿红得知小帅怀疑可乐是他的孩子 便主动说去帮他们调查 于是他找到小美问可乐是不是小帅的孩子 说她是小帅即将结婚的女朋友 他想帮她解决此事谈好抚养费的事情 阿红说要查可乐的DNA 这让小美感到了极大的侮辱 小美于是生气地找到小帅 小帅却很期待地看着小美 说她那天在商场看到了可乐 现在又在这里遇到了她 她开心和小美确认可乐是她的孩子对吗 哪知小美却甩了她一个巴掌 小美说自己恨她 让她不要再纠缠可乐了 让她早点去结婚过自己的生活 小帅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她表示绝不答应 小美把那个黄色车子狠近地丢向了小帅 小帅的额头瞬间流血了 小美看到这幕有些后悔 但她又坚定地离开了 小帅看到小美哭进了阿中怀里 看到这幕她难过地离开了 当女人醒来时一家人都来关心她 小女孩按照花奶奶的吩咐 为要给妈妈吃 并说她今天是妈妈和小帅叔叔的柚子天使 小女孩不知道她嘴里的叔叔正是她的爸爸 而她的妈妈因为她爸爸的事经常偷偷地哭泣 小美告诉女儿自己只是头疼 小帅的现女友说她让小美去验孩子的低量 此时小帅才明白为什么刚才小美那么恨她 小帅让阿红不要插手这事 说她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阿红说验证DNA是最为直接和真实的证据 小帅的助理也支持阿红试一试 于是阿红前来找到小可乐 经过一番波折 她扯到了可乐的一根头发 然后偷偷地把头发放进了袋子里 又小心地把头发放进包包里 这幕却被远处的阿中看到了 她前来抢走了阿红的包 并拿走了可乐的头发 可热心的花奶奶却把可乐的牙刷给了阿红 让她去证明可乐是小帅的孩子 助理便拿着牙刷去做检测了 小帅又一看奶奶为借口前来和小美沟通 她拜见了小美的奶奶 奶奶居然一眼就认出了小帅 但奶奶看到她又想起了过去的往事 奶奶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又急忙说小美不在了 她让小帅离开这里 小帅告诉小美她不想去验DNA 她想从她这里听到真相 小美不想回答她这个问题 小帅却拉住了她让她别出回答 女人说孩子不是她的 男人不理解女人为什么这样对她 说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女人也表示质疑的态度 此时她们都陷入六年前的回忆 那天她带着小美回家 帅妹友好的迎接了小美 小帅向父亲介绍小美说是她的妻子 但帅爸却不待见小美这个儿媳 继母和继妹假装好意地和小美打了招呼 父亲把小帅骂了一顿 她则被儿子没有按她所选的陆总 两人一言不合就要断局父子关系 帅爸把她甩了一巴掌 小美向帅爸跪着请求帅爸的原谅 她自责是她毁了小帅的未来 她们的真诚打动了帅爸 帅爸最后接受了小美这个儿媳 她们约定等跨年演唱会结束 小帅就会退出娱乐圈 她又送了一个手链给小美表达她的爱意 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小帅责怪小美她只去外面两周巡演 为什么不能忍受一下等她 小美却说在她家住一天都让她发疯 小帅却认为是小美怀孕了爱猜疑 又数落她当初吞药刺激她 于是小美就说她记得那天的事 为什么还坚持可乐是她的孩子 于是她就等着助理的检测结果 可检测结果可乐和她的亲子关系为0% 看到这个结果小帅伤心又难过 原来花奶奶给阿红的牙刷 被王奶奶悄悄地做了手脚 虽然牙刷是可乐的 但她把DNA换成了她的 小帅她情不自禁地再次走到了栅栏这里 她又想起了那天让她痛心的往事 男人在伤心难过之时 又想起了6年前的往事 那天她收到信息 说女友吃了饮产药 而父亲也和后妈在吵架 当她走到女友那边 发现女友有出血流产的症状 她急忙让妹妹把女友送到医院去 然后当她再去看父亲时 却发现父亲心脏病发倒在了地上 众人在急得焦头乱额时 保姆注意到后妈手背后却藏着一瓶药 后妈的眼神是奸济得逞的表情 由此推断出帅把心脏病发是后妈的杰作 她为了夺得财产 竟然害死了自己的老公 当小帅把父亲送到医院时 父亲不致身亡 他还没在丧父的悲痛中回过神来 却又从女友口中得知孩子也没了 小美责怪她的家人不要这个孩子 说现在孩子没了她不要负什么责任了 而小帅却责怪她服要杀孩子 两人在气头上负气地说出了分手的话 助理安慰她要坚强 说送医及时孩子保住了 小帅却说小美自己说孩子没了 小美把当初小帅送给她的项链还给了她 小帅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又想起奶奶的话 小帅一时不相信检测结果 她还是坚持相信可乐是她的孩子 小美正陪着小可乐玩 她不禁也想起了六年前的往事 小美从医院回来之后 她为了保住孩子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那天小帅来找她 小美却让奶奶把小帅支走 奶奶告诉小帅他们分开是最好的选择 并告诉小帅 说小美流产了离开这里开始新生活 奶奶甚至跪下来求小帅放过小美 于是小帅答应了奶奶的请求 后来奶奶让阿中帮忙 把小美送到国外生活 小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她不禁又泪流满面 董事的可乐帮母亲擦眼泪 小帅再次走到了栅栏那里 却发现小美和可乐 还有阿中在一起玩 阿中正向小美表白 她又一把把小美抱入怀中 小美说自己配不上她 小帅看到他们三个的亲密举动 她显得很伤心 她拿出了当年属于 她和小美爱情的物件 准备去扔掉 还有当年是小美送给她的肖像画作 阿红看到这些画 直夸小美的绘画水平真棒 她看到一幅印象画 说这话可以以假乱真 听到阿红这样说 她突然意识到 可能可乐的牙刷也是以假乱真 她就问阿红是怎么拿到可乐的牙刷的 于是他们约出了花奶奶 花奶奶却躲躲闪闪的不言语 但那躲闪的眼神让小帅再次确信 可乐一定是她的孩子 想到这里小帅又开心的满脸笑意 这两个男人为了争一个女人 你一拳我一拳打得不可开交 女人也极力去劝甲 任她怎么喊也劝不开在气头上的两个人 直到小可乐前来劝甲 他们马上停止了战火 并且表现得称兄道弟的十分友好 场面一度十分的滑稽搞笑 但这还是影响了小女孩 原来就在刚才 小帅怀疑牙刷的证据是假的 她便再次来到花园屋 王奶奶说这里不欢迎她 小帅说她全都知道了 王奶奶质问花奶奶是不是她告诉小帅 说那把牙刷上的DNA不是可乐的 小帅听到这话洗上眉梢 她想拿到确凿的证据 于是她找到了小可乐的牙刷 又把牙刷装在了袋子里 小帅碰到小美的奶奶 她问奶奶可乐是不是她的孩子 奶奶说是的 还把她的手机给了小帅看孩子的照片 小帅却发现手机没电开不了机 此时阿中和小美赶来 小美让小帅出去说话 小帅却故意当着他们的面问奶奶 可乐是她的孩子是吗 小帅听到奶奶的证词显得很开心 最后阿中又拉走了小帅 说她利用老人家 小帅却说自己只是解开心中的疑问 并且她也有证据在手里 小帅向奶奶告别就跑了出去 阿中说小帅没有资格再来这里纠缠 说多年来是她一直在照顾他们母女俩 曾经的朝夕相处让他们的关系很稳定 听到阿中的这番话 极度生气的小帅就质问起了小美 问她之所以不敢验DNA 是不是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 听到小帅这么诋毁侮辱小美 阿中气得就打了小帅 最后小可乐让他们停止了战火 可乐看到小帅手上的牙刷 于是小帅不得不把牙刷还给了可乐 小帅又单独和小美沟通 还向小美道歉说她刚才口不择言了 是阿中撒谎才让她生气 小美却说阿中没有撒谎 是阿中哥一直照顾她和奶奶 阿中甚至上前告诉小帅 说她要和小美结婚了 但小帅却说这是她一厢情愿 小帅说她从奶奶那里得知真相了 并让阿中不要自欺欺人自己是可乐的父亲 小帅告诉小美说她会让仆人拆掉炸篮 阿中又再次向小美求婚 说只要他们结婚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小美说阿中对她只有同情不是爱情 她表示她可以自己解决她和小帅的问题 另一边 帅妹的直播带货工作做得风生水起 她收获了一大批中式粉丝 客户也和她签了合同 而继妹极度帅妹抢走了她的风头 后妈为了让女儿代替帅妹的直播工作 又想出了一个歹毒的计策 她拉走了帅妹 悄悄地给女儿使了眼色 继妹便把购物车推向了帅妹 帅妹便摔倒在了地上 后妈又是一女儿假装被吓得晕倒 小帅又前来医院看妹妹 善良的帅妹让哥哥前去看继妹 并说一切只是意外 帅妹为了家庭的和谐 还不告诉哥哥后妈和继妹故意害她 此时的后妈母女俩正在隔一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听到小帅前来探望 继妹又装模作样地躺在了床上 后妈提出让女儿代替帅妹前去工作 但小帅坚持让他们多休息 小帅回到老家就忙着给奶奶的手机充电 阿红见小帅这么在意可乐 便吐槽她妹妹受伤也没见她这么伤心 她问小帅可乐是不是在她心中排在第一位 小帅肯定地回答了她 得知她在她心中她连号都排不上 阿红难过地哭了起来 小帅走过来安慰阿红说其实她并不爱她 祝她早日找到一个她爱的男人 终于他们正是和平分了手 此时助理接到一个电话 说有人带来证据前来找她 小帅走到门外她看到来人正是小美 小美想和她来得了断 于是她就来到小帅的家门前 拿出了她事先伪造的可乐的出生证明 小美告诉小帅可乐的父亲是一个外国人 她现在真实年龄是四岁两个月 小帅却说可乐长得并不像混血 小美展示了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她坚定地告诉小帅可乐绝不是她的孩子 小帅还是质疑出生证明的真实性 剑拗不过小美 小帅请求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把可乐变成他们的孩子 小美表示自己恨她 甚至说都不想和她呼吸同一片空气 小帅拉住了正想离去的小美 小美给了小帅一个冷漠绝情的眼神 最后她甩开她的手还是无情地离去吧 小帅看着小美离去的身影倍感难过 正当小帅显得难过烦心时 小可乐却突然出现 喂食了她一个柚子点心 小帅一看到可乐立马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想必这就是亲情的力量 她一把抱住了小可乐 紧紧地抱着她不愿松开 原来花奶奶故意带着可乐前来给小帅送甜点 可乐又拉着小帅前来看阿中叔叔的墙 她难过地说以后小帅叔叔不好来找她玩了 小帅说这堵墙对她没有用 原来小美和阿中健栅栏拦不住她 便决定建一个水泥墙来阻止小帅来到他们家 小帅和可乐丸的欢声笑语传到了小美他们耳朵里 小美便前来准备把可乐叫回去 她却发现他们妇女玩得不亦乐乎 小帅正陪着小可乐玩躲猫猫的游戏 见他们妇女俩玩得如此开心 小美还不禁看得愣在了那里 仆人和花奶奶看到这幕也被感高兴 小帅又带着小可乐玩起了人肉过山车的游戏 小美看到这幕不禁脸带笑语 而花奶奶看清了小美的表情也倍感欣慰 当小帅睡在草地上不起来时 小美终于下定决心前来准备叫可乐 小可乐却玩得意犹未尽不想离开 小美只得上前拉住了女儿的手 可小帅也拉住了可乐的另一只手 于是小可乐被妈妈和父亲一人牵着一只手 她被两个大人拉扯着显得很无辜 可乐一会看向母亲一会又看着小帅叔叔 最后小美走上前想扯下小帅的手 乃至被小帅一把拽了下去 他们一家三口都趴在了一起 气氛一时显得温馨又幸福 这一家三口幸福的画面 也让花奶奶和仆人看得笑容满面 最后小美让可乐起来 她强行带着女儿离开这里 小帅追上来想送他们 可乐却牵起了小帅的手 他们便手牵手地准备走到花园屋 他们一家三口手牵手温馨幸福的画面 又让花奶奶和仆人看得心里乐开了花 最后小帅又抱着可乐到了花园屋的柚子园 正当小帅要离去时 阿忠却叫住了他说要和他谈谈 小帅吐槽他们住的墙无比丑陋 破坏了自然的美 小美却说这是他们的权利 他们全身心在聊天 全然没注意到小可乐爬上了水泥砖上 他开心地和他们打起了招呼 小美正想让他下来 却不成想意外发生了 可乐从水泥砖上摔了下来 小可乐的头正好摔在水泥砖上 可乐疼痛地哇哇大叫 小帅抱着可乐急忙准备送往医院 而那水泥砖上全是可乐的鲜血 可乐被送到医院救治 医生给可乐把伤口洗干净了 在缝合伤口之前会注射麻醉剂 他们叫来了亲人安抚小可乐 小美正想赶小帅出去 小可乐却叫起了小帅叔叔的名字 于是小帅顺势握住了小美的手 小美又握住了可乐的手 小帅开心地安抚起了小可乐 阿忠看到这幕他难过地离开了 医生开始给可乐打麻醉针 然后再缝合伤口 可乐因为疼痛一直在大声地哭着 小美和小帅全程陪着他 伤口处理之后可乐还需要留院观察 小帅见阿忠和小美亲密地照顾可乐 心生粗意的他也前来关心可乐 小美却以可乐需要休息为借口 请求小帅离开这里 可乐叫着小帅叔叔的名字昏迷了过去 接着可乐被送进了手术室 原来可乐的脑内有血液需要做手术清楚 花奶奶和王奶奶一时也显得无比担心 小帅和阿忠又发生了争执 阿忠怪小帅当时不应跟过来 小帅怪阿忠不应见水泥墙 而倍感伤心的小美则自责于自己没看好可乐 他伤心地跑了出去 经过几个小时的煎熬等待 阿忠前来告诉小美可乐手术成功了 他便前来病房看女儿 看见病床上的可乐小美显得无比的心疼 他从病房出来就哭着说可乐还没有醒过来 王奶奶和花奶奶都在安慰小美 并让他回去休息一下 而此时的小帅则跑到柚子园 他很近地用锤子砸碎了水泥砖 小美前来劝听他 小帅又问起可乐的病况 小美却说这与他无关 小帅就生气地说他的衣服上还有可乐的血迹 他不想去做DNA检测 他让小美说出真相 此时小美再也无法撒谎 小帅顿时很开心 他马上就想前去医院看女儿 小美表示不欢迎他 王奶奶便让他去外面等 有消息了就告诉他 小帅在后诊室看到了助理给他发的照片 全是可乐小时候的照片 还看到了阿忠和他们的合影 小帅也终于相信是阿忠一直在照顾他们 小帅前来看可乐 却发现可乐不在病房 他急忙来问花奶奶 得知可乐换了病房 他第一个冲进去看可乐 阿忠一时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他失去地离开了 小美又想赶小帅走 可乐却迷惑不解妈妈的这波操作 最后小美把他拉了出去 另一边帅妹决定 六年前小美吃药的事项哥哥坦白 后妈却又威胁他 如果此事说出去了 他也是帮凶 可帅妹表示自己不怕了 他准备向小美和小帅去忏悔 后妈一把推倒了帅妹 并且把脚踩到了帅妹伤口处 幸亏保姆前来救下了她 刚好助理前来接她们 便把帅妹送到了医院 得知帅妹的异象 助理便叫来了小美 小美看到帅妹扭头就想走 助理拉住了小美 帅妹坦白了六年前的真相 他告诉哥哥说当年他误会小美了 说小美并不是想打掉孩子 真正的凶手是他们的后妈 他硬是把这个真相隐瞒了六年之久 以至于让小美小帅误会分开了 终于在今天 帅妹坦白了当年的真相 可小美却不接受她的道歉 她认为她说出真相 只是为了减少她的愧疚感 小帅也追上小美 表示歉意说当年她错怪了她 她解释当年她工作压力大 轻信了错误的短信 但是她也欺骗了她 让她失去了照顾 他们母女俩六年的宝贵时间 小美却说当年 她说她是个扫把心 让她失去了父亲 说他们分开会让彼此的生活更好 更重要的是小美认为 她的家人都想害他们母女俩 小美选择不想原谅小帅 小帅只得无奈地看着小美离去 她气冲冲地想回家找后妈算账 助理却拦住了小帅 劝她要冷静说后妈 为了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 小帅听见了助理的话 她决定这次一定要好好保护小美 于是她回到了家里和后妈斗智斗勇 她首先指责继妹 故意把购物车推向帅妹 但后妈坚持那是意外事件 后妈又问她怎么好好突然回家了 她盘敲侧击地提及小美的事 小帅说她恨小美 不想提及她的名字 这打消了后妈的怀疑 她相信帅妹没有向她说出当年的真相 帅妹也再次向哥哥道歉 又鼓励她重新去赢得小美的心 花奶奶和王奶奶在聊小帅是可乐的父亲的事 却被小可乐听到了 两位奶奶大吃一惊 意识不知怎么回答可乐 他们两保持了沉默 于是小可乐从奶奶这里得知小帅是她的爸爸 她又向母亲问起父亲的事 这让小美意识不知如何回答她 可乐甚至在睡梦中还叫起了小帅的名字 小美看到这幕她居然才知女儿这么喜欢小帅 可乐醒来又问小帅叔叔什么时候能看她 小可乐说自己想小帅叔叔 花奶奶给小美一杯咖啡 并劝导小美给小帅做父亲的机会 说小可乐有个父亲在身边会更好 为了孩子着想小美终于答应小帅前来见可乐 于是小帅来到病房外敲门 小美不情不愿地打开了门 小帅开心地跑向可乐 就和可乐聊起天爱 父女俩你一句我一句聊得很开心 可乐问小帅知道她是爸爸吗 小帅说她也不知道 小美向女儿道歉 说不知道怎么解释 小帅接过话题向可乐解释 说她错怪了妈妈 对妈妈说坏话让妈妈生气了 所以妈妈不告诉她是谁的孩子 小可乐要小帅向妈妈道歉 她又告诉妈妈说她道歉了 又让妈妈原谅爸爸 可乐开心地扑向了小帅的怀抱 小可乐很开心自己有爸爸了 还说要向别人介绍这是她的爸爸 说完可乐又扑进了小帅的怀抱 小美不禁脸上也露出了笑意 小帅刚离开可乐就说自己很想念她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爸爸 此时小美陷入回忆 原来小帅离开病房后 小美又找着小帅说她刚才只是为了可乐 所以才装着说原谅了她 小美说如果她真的爱可乐 并担心他们的安全 让她不要再来看可乐 她一直期待小帅前来看她 可小帅却一直没有来 小女孩不知道的是 是妈妈不让小帅前来看她 可乐就算困得不行了 却强忍着睡意期待着爸爸能来看她 她甚至用手想撑开眼皮 也要盯着门的方向 小帅回到家也无比思念小可乐 她只得一遍遍地看着她和可乐拍的视频 以解对可乐的想念之情 终于她忍不住对女儿的思念 她戴上墨镜偷偷地走进了医院 她看到小美走出了医院 便放心地前进了可乐的病房 她对着睡着的可乐说自己很担心她想她 此时阿中近来看到了小帅 小帅说自己实在太想可乐了 阿中便说她可以给她打掩护 于是小帅又到病床看可乐 但阿中看到小美正要返回时 她故意给小美打电话 请求她给她买咖啡 用以拖延时间 然后回去给小帅报信让她悄悄地离开 小帅向阿中表示感谢 然后就戴上墨镜偷偷地离开了病房 这天小可乐要出院回家了 小美告诉花奶奶说小帅已付了治疗费用 当他们出院时 小帅又前来看望他们 刚好他们在门口碰上了 可乐看到爸爸非常开心 小帅希望能送他们回去 可小美却拒绝了他的好意 小帅又提前在花园屋等着他们 可乐一看到爸爸 又开心地扑进了小帅的怀抱 他甚至不愿意离开爸爸 直到小帅让他前去休息 小帅请求把可乐登记在他的户口名下 小美直接提出拒绝 说自己不需要他的任何东西 包括他的治疗费用 小帅说可乐需要爸爸妈妈 他还请求可以照顾小美一辈子 说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永远不会离开他 在远处的阿中听见小帅的表白 他不禁落寞地离去 面对小帅的深情告别和真诚的眼神 小美内心有些动摇他一时保持沉默愣着 小帅又偷偷地带着可乐出去玩 他先是带着可乐逛了他商场的玩具店 接着又带着女儿参观了他的办公室 却不曾想差点撞见后妈 在秘书的掩护之下 他成功地躲开了后妈 接着就带着可乐去动物园玩 但此时他不知道的是 小美从花奶奶得知女儿被小帅带到商场玩了 也来到了商场来找他们 小美在商场四处搜寻女儿的身影 却好巧不巧和小帅的后妈撞了个正着 这个富豪正抱着女儿在观赏动物 父女俩看着这可爱的动物非常开心 这个动物到底是白鹿 仙鹤还是丹顶鹤 非常可爱 他们玩得不亦乐乎可开心了 但此时小美来到商场找他们 他好巧不巧撞到了小帅的后妈 当年毒害他孩子的真正凶手 后妈也叫出了小美的名字 幸好此时阿忠出来帮他解围 他告诉后妈说小美是他的妻子 他们不认识那个他说的女子 然后急忙拉着小美离开 最后他们通过助理知道了小帅的去向 原来此时的小帅正带着可乐在吃冰淇淋 小帅问女儿今天玩得开心吗 可乐说很开心他最喜欢吃冰淇淋 还说他和妈妈要省钱 就经常去买快到期的折扣商品 小帅知道他们这些年来过的苦日子 他显得无比的心疼 此时他又想起了以前的往事 当年他也是请小美吃冰淇淋 小美把上面的樱桃喂给他吃 让他没想到的是 小可乐居然像他妈妈那样 也把樱桃喂给小帅吃 此时小美找了过来 小美气呼呼地带走了可乐 他让小可乐上了阿中的车 小帅急忙追上来 小美让小帅不要再和他们见面了 说刚才他在商场遇到了他的后妈 小美认为他的后妈会再来伤害他和孩子 说他让他们的生活不安全 小可乐显得很迷惑 他不知道他和父亲出来玩 为什么妈妈会这么生气 小帅又追到了花园屋 小可乐又和他粘在了一起 他请求妈妈让他见父亲 小帅也说他想看女儿一会儿 但一看到他他就想和他待在一起很久 后妈回到家就想起了白天他见到的女子 他越加怀疑那个女子是小帅的前女友 于是他决定来到老家前去查看 保姆急忙给老家的仆人通通报信 小帅得知后妈要前来 便和小美还有奶奶他们一起躲进了房间 后妈按响了八园屋的门铃 小美显得很害怕 她还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 生怕他们再次受到伤害 两位奶奶出来打开了门 后妈说要找房子的主人 奶奶说他们买下了房子 当他们搬到这里时没有见到主人 也没有和他们联系 后妈才放心地离开了 助理又带着帅妹前来找小美道歉 小美还是坚持表示不原谅 助理只得安慰帅妹 让她将功不过让哥哥一家三口重新在一起 而她将会帮她 助理和帅妹的感情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小美又看到小帅正在孝顺地给奶奶按摩 女儿也正在玩小帅买的玩具 小美想把她买的书包还给小帅 可乐说自己很喜欢这个书包 得知小帅给奶奶和可乐美人买了一块电子手表 小美又想把电子表也还给小帅 可奶奶像个孩子一样说喜欢这个手表 最后小美还是把小帅买的玩具零食都还给她 但小帅请求一定要留下电子手表 她可以随时随地可以给女儿打电话 还可以每天24小时查看女儿在哪里 小美答应了小帅 小帅还给小美的手机装了手表应用 小美还吐槽小帅的动作好慢 当小美离去时 小帅又一把抱住了她 对着她深情表摆起来 说她非常爱她 小美情不自禁地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对分开六年之久的恋人 似乎很快就要破镜重圆了 花奶奶看到这幕很开心 王奶奶则显得很生气 她强行拉走了小美 并质问小帅怎么可以强行抱小美 尴尬的小美解释这是一场误会 她在奶奶面前对小帅是一张苦瓜里 但一转身情不自禁又笑了 花奶奶又做起了小美的思想工作 劝她给小帅一个做好丈夫和好父亲的机会 这天小可乐在家说很无聊 得知爸爸前来找她玩游戏 小可乐开心地急忙跑去找小帅 她一看到爸爸就扑进了她的怀抱 小帅抱着女儿正说着精英管理知道 此时小美却赶着脸进来了 小美和小帅他们又沟通起来 小美说他们的民宿就要开张了 让小帅卖掉她的房子 不要再来招惹她们母女 否则会被客人看到她们在一起 小帅拉住正想离去的小美说她做不到 他们一时拉着纠缠在了一起 此时小可乐前来问她们吵架了吗 小帅急忙轻易地抱住小美 说她们并没有吵架 而是要叫妈妈和她们一起去玩 可乐开心地手舞足蹈 小美急忙说自己没说要一起去 小帅却说小美不去 她们都不会开心 于是小美被女儿拉扯去了小帅家玩游戏 首先父女俩比赛 百米冲刺跑步项目 小帅故意让这女儿先跑让她赢 仆人为小可乐鼓掌庆祝 小美却数落女儿玩游戏不遵守规则 小帅反驳说只是为了好玩 小美说这是教孩子遵守规则的绝佳机会 可乐又拿着球出来玩 两副女温馨美好相处的画面 不禁触动了小美柔软的内心 他们一家三口又玩起了扔球游戏 小可乐为爸爸投中了欢呼不已 接着就是小可乐自己投篮 当小可乐拿着球去玩时 小帅宠溺地说她想怎么玩就随意 小美对小帅进行了一番月儿经验说讲 说她要把可乐培养成一个快乐正常的孩子 说她只是陪孩子玩几个小时 并不像她一样24小时的陪伴 那是不一样的 小帅说自己可以当小可乐的父亲一辈子 当她看到可乐不小心要摔倒时 她想去帮女儿自己却不小心摔倒 小美上前来关心小帅 小可乐也急忙上前关心爸爸 弱小的她牵不动爸爸 便牵着妈妈的手让她扶爸爸起来 于是小美扶起了小帅 小可乐又把爸妈的手牵在了一起 最后他们又挽起了拍照摄影项目 小帅开心地抱着小美 可乐则坐在妈妈腿上 他们一家三口笑得很灿烂 他们拍了一张又一张全家福 用相机记录了这幸福美好的时刻 拍照结束了小美说要带女儿回家 可乐说想看照片 小帅告诉女儿需要洗出来才能看 小帅请求小美能原谅她 让她不要表现得像个陌生人 小美却保持了沉默她没有回答小帅 接着小帅抱起女儿给小美拍了干人照 小美回到家里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 他们父女相处的快乐幸福时光 还有小帅发自内心对女儿的关爱 女儿对她的无比想念和依赖 想到这些小美内心无比纠结 她不禁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没有获得小美原谅的小帅心情很不好 她独自在河边拍照放松心情 却碰到了奶奶一个人站在河边发呆 小帅给奶奶拍起了照片 奶奶的拖鞋坏了 小帅便把自己的鞋子给奶奶穿 他又把奶奶带到老房子完 此时小美他们也四处找起了奶奶 小可乐看到曾祖母的拖鞋 小美心急如焚 她担心奶奶掉到了水里 他们又走出了柚子园来到了小帅家 此时的小帅正打电话想告知奶奶在这 可乐跑向了爸爸这里 着急的小美哭着扑进小帅怀里哭诉 说奶奶不见了她只找到了奶奶的鞋子 她还没报答奶奶的恩情 小帅开心地抱着小美安抚起来 小美得知奶奶在她这里 她生气地垂起了小帅 小帅抱住小美向她解释 他们一起进屋看奶奶 小美一看到奶奶就抱住了她 并请求他们一起回家 可乐说自己很饿没有力气走回家 于是他们又一起用了晚餐 当他们用餐完备准备回家时 小帅又和女儿说起了悄悄话 让她把奶奶的拖鞋拿来 小帅体贴地帮奶奶穿鞋 奶奶显得非常开心 小可乐还牵着爸爸的手让她送他们回去 这对于小可乐真是非常幸福的一天 后妈还是怀疑在商场见到的女子很可疑 生性多疑地她来到保安室查看监控 她调出了那天她和小美相撞的画面 并用手机拍下了他们相撞的一刻 她放大了照片观察小美的表情很不自然 她怀疑这名女子可能是小美 她又把这照片给助理看 她旁敲侧击地套起了助理的话 助理说那个人不是小美 说自己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后妈似乎又放下了怀疑之心 而阿忠和阿红在渐渐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们之间悄悄萌生了一种慕名的情愫 当他们回到家 小帅打开了收藏多年的旧相册 映入眼帘的是以前她和小美幸福的合影 那时他们正处于甜蜜的热恋当中 拍下了很多他们相爱时的幸福合照 与此同时 小美也拿出了尘封多年的旧相册 她打开相册全是她的单人美照 她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的往事 那天小帅特意买了相机 给她拍了一张又一张单人美照 最后小美又看到了他们的一张合影 小美看着这张照片想着甜蜜的往事 脸上不禁还露出笑容 这天小帅又前来找女儿玩 却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正当她要离去时 小可乐从家里出来摇起了铃铛 小帅就开心地抱着女儿 说要小美带她去购物 他们前去征得小美的同意 小美却拒绝了女儿的要求 小可乐只得闷闷不乐坐在板灯上生闷气 小帅正想前去安慰女儿 却被小美阻止了说她不能宠坏孩子 不能让可乐养成以自我为中心任性的孩子 最后小美前去和女儿沟通 小美说房子在水边所以要学会游泳 她说明天带着可乐去学游泳 这才让小可乐的心情大为好转 奶奶他们前来给小帅送了柚子 小帅又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阿中看到这幕又落寞地离去了 他看着他们幸福的一家四口一起包柚子 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对的人因是阿红吧 就在刚才阿红还向他表明了他的心情 小帅他们又一起吃了晚餐 小帅贴心地帮奶奶加菜 家里有一老一小 外加两个奶奶 饭桌上欢声笑语不断 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用完了晚餐 当他们吃饭后水果柚子时 小帅又贴心地帮奶奶加柚子 突然小帅和小美好巧不巧同时拿一块柚子 他们两个四目相对适时 小美投出了生气的目光 奶奶见状就当起了何事了 把他们的手牵在一起 奶奶请求小帅照顾小美 小帅开心地接过话题 她会用生命照顾小美和孩子 可乐显得非常开心 小帅还故意牵着小美的手不放 晚上小帅送他们回去时 小帅又请求小美能原谅她 小美却说他们的相爱是错误的 因为她是他们家仆人的孩子 而她是贵族 他们的身份阶层不一样 小帅说她不在乎这些 小美说但是她的家人在乎 小帅一心全在追小美和陪伴孩子上 却不反省心爱的女人拒绝她的原因 小美是害怕她后妈再次伤害她和孩子 此时的后妈居然搞起了大动作 她和助理达成协议让她报告小帅的事情 后妈和她在沟通事情时 好巧不巧被帅妹偷听到了 当助理要离去时她发现了帅妹 帅妹表示对助理很失望 助理却说她只是在和后妈玩游戏 想了解她的邪恶计划 帅妹却不相信助理这肮脏的游戏 她更加希望他们能正面交锋 她反问助理为什么对小帅有所隐瞒 助理没有给出解释 最后帅妹生气地离开了 于是帅妹想前去老家告诉小帅此事 当帅妹和保姆说她要去老家找哥哥时 后妈却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她也要给女儿调养身体为由 也逼着女儿前去入住老家 并污蔑帅妹带她去看医生 是想把她关进封人院 后妈极力离间他们的关系 他们的对话被保姆偷听到了 保姆急忙告诉了帅妹此事 帅妹让保姆先通知哥哥 她表示要尾随后妈其后 哪知此时的小帅的手机却忘记在了楼梯上 保姆又打电话给小帅 家里佣人接到了保姆的电话 得知后妈要来老家仆人急忙来到花园屋找小帅 却被告知小帅并不在这里 花奶奶想问她什么事 可仆人慌慌张张地跑出去追小帅去吧 此时的小帅正开心地准备载着可乐去游泳 当她发现手机忘了带说要回去拿时 小美却阻止了她 让她不要浪费时间尝试没有手机的生活 小美也主动关机 说她不是社交媒体上赢者 也不是亿万富翁需要看股价波动 看这故事的情节发展 很快他们可能就要和后妈正面交锋了 这里有供小朋友玩的水上滑梯 小可乐看见从水里钻出来的爸爸 给她的意外惊喜开心不已 小美数若小帅藏在水底这行为太疯狂了 并让小帅快点教女儿游泳 她还赶回去装修民宿 于是小帅急忙从泳池上来 她先带着女儿去淋浴洗澡以调节体温 小帅还把女儿举高高又转圈圈 远处的小美看见父女俩玩得这么开心 她的脸上情不自禁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借着全副武装的父女 就进入波光零零湛蓝而明澈的游泳池 小帅首先教女儿练习漂浮 把双手伸直手扶着泳池边沿使身体漂浮 然后双脚不停的交替打水 小可乐马上有模有样的跟着坐了起来 她像爸爸那样双脚不停的交替打水 但完了一会儿 小可乐就问为什么这里只有她一个人玩 原来刚才小帅去柜台找老板包场了 小帅说因为小美说过不喜欢别人看到他们在一起 小美祈求这天过得平安 没有人记得小帅这个昔日的巨星 小帅又将女儿戴上泳镜 他们又继续开心的玩起水来 小美看到父女游泳美好有爱的画面 又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 他们一家三口试玩得很开心了 老房这里的情况却火伤眉毛 后妈正向仆人打听花园屋的两位奶奶 突然女仆人手里小帅的手机响了 女仆人急忙说夫人来她很忙就挂了电话 这让接到电话的助理感觉很奇怪 但她很快反应过来是后妈到了老家 于是她也急忙往老家赶 后妈质问仆人怎么用这么贵的手机 男仆人急中生之说这是小帅老板的旧手机 后妈又跑到了花园屋质问两位奶奶 终于得知两位奶奶是前来帮忙照顾小美奶奶的 后妈又自行闯入楼上搜查 两位奶奶急忙上前阻止 后妈听到这个消息 她非常得意她觉得此次没有白来 与此同时小帅和小美也回到了家门前 幸好仆人拦住了他们 告诉他们后妈回来了 于是他们急忙掉头走了 而在花园屋后妈和小美的奶奶攀谈起来 她向奶奶打听小美的事 奶奶说小美从国外回来了 还带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孙女 听到这里后妈震惊不已 但是奶奶又颠三倒四地说起了自己的孩子 后妈就说奶奶的女婿早就死了 她又意识到奶奶得了健忘症 相信她是在瞎说 她又放下戒备怀疑之心 觉得完全是在浪费她的时间 便急着要离开这里 她在离去时又对着小美爸妈的照片自言自语 说他们在世事毁掉了她的生活 她会让这房子里人都不高兴 原来后妈之所以讨厌小美 由此推断还有他们上一代的恩怨 帅妹此时也赶到了老家 她正和继妹在沟通 哪知继妹看到母亲回来了 她就故意数落责骂帅妹来这里做什么 帅妹急忙解释 自己是来照顾她的 后妈让帅妹不要多管闲事 她又让女儿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回家 继妹很不满意母亲控制她的生活 她从母亲和帅妹的谈话中得知 父亲没有留股份给她 她不停地质问母亲为什么 甚至出言侮辱了母亲小妾出身 后妈就气地甩了她一个巴掌 后妈说帅爸是为了借助她娘家的名声 帅爸才求娶她为媳妇的 此时助理也赶来了老房子 后妈以为助理和帅妹经常偷偷地见面 助理向帅妹道歉 帅妹说后妈回去了事情也就结束了 气头上的帅妹不接受她的道歉 就在刚才小帅得知后妈来到了老家 她马上带着小美和可乐掉头去别处玩了 他们带着可乐在公园玩健身器材 小可乐说肚子很饿了 可乐得知能吃喜欢的食物她开心地手舞足蹈 他们用餐完毕又点起了冰激凌 小可乐看到冰激凌非常开心 她用勺子吃得津津有味 但小可乐又挑出了冰激凌里面的花生 小美说可乐是对花生坚果类过敏 小帅想重新买一个 小美表示不需要 小帅便细心地把所有花生都挑选了出来 她又握住了小美的手 甚至还投喂了小美 小可乐被这么逗笑了 小帅还要喂小美 小可乐看妈妈像个孩子一样 又把她逗得哈哈大笑 小美也忍不住也笑了 他们一家三口就在欢声笑语中 度过了愉快美好温馨的午餐时光 最后小帅抱着睡着的可乐回到家 他又把可乐抱着送到了房间 然后把女儿放在了床上 他又贴心地帮女儿脱掉了鞋子 最后小帅也躺在了床上 小帅说太累了 他开玩笑地说请求在这睡一晚 让他学会24小时照顾孩子 小美拉着小帅起来并说送她回去 小帅显得很开心 但小帅还是请求躺着休息一会儿 他们俩就这么拉扯着显得暧昧 帅妹指责助理是双头鸟 助理再次向帅妹解释说 她和后妈只是相互利用 小美也履行承诺送小帅回家 再回去的陆小帅又说起了以前的往事 小美问她后妈还会再来吗 小帅让她不要担心 说她再来她会是第一个知道的 小美心有余悸地说后妈以前伤害了她 小帅说她绝不让后妈再伤害她的 她又向小美请求原谅 问小美还要恨她多久 小帅深情地抱住了小美 小帅说她可以等 等到他们恢复到以前 终于在小帅的软磨硬泡的追求下 小美终于接受了小帅的爱 与此同时助理她又再次向帅妹表白她的心意 她的诚心最终也打动了帅妹 帅妹说自己同样爱她 最后他们深情地依偎在一起 哪知这幕又被刚好回来的小帅撞见了 小帅叫走了助理质问她和妹妹是什么情况 助理说她和她妹妹彼此相爱 小帅却以老板的身份阻挠她们的爱情 妹妹也说为什么她不能在一起 助理表示她要请辞职 这样她就不能阻止她了 看到愁眉不展的小帅 小美便问她所为何事 于是小帅便向小美说了妹妹和助理的事 还有助理辞职的事 小美便安慰开刀小帅 她让小帅不要忘记助理的善良 小帅马上觉得自己活力满满了 她很快有动力知道下一步自己要做什么了 小帅不得不回到公司处理繁杂的工作 小美决定让小帅和阿忠重新和好 她想办法约来了助理 小美做起了助理的思想工作 让她多理解小帅 因为小帅不相信她对她妹妹是不是认真的 小美劝助理为自己而战也为了帅妹而战 然后她又把小帅也叫了过来 阿忠又叫来了帅妹前去见助理 小编猜他们肯定会皆大欢喜 重新和好然后形成统一战线一起对付后妈 这个千亿富豪和女儿在泳池玩的不亦乐乎 女人看着泳池里的妇女俩在水里嬉戏 这温馨有爱的美好画面感染起了她 让她的脸上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语 接着小帅又教女儿学起了潜水 她教小可乐入水前做几次深呼吸 然后戴上眼镜深吸一口气 最后潜入水里数道几个潜出 小美数落小帅又欺骗孩子 小帅说这是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 最后他们父女俩还把水泼向了岸上的小美 小美说他们玩得不想回家 那么她就自己回去了 说完小美就拿着包包离开了泳池旁 后面小帅又带着可乐去上厕所 小帅他只得尴尬地站在外面等女儿 旁边的女人看着一个大男人站在女侧外面 对他投来意外惊讶的目光 此时小可乐却在里面大叫着 让小帅进去帮她 正当小帅站在外面不知如何是好事 幸亏小美赶来解了燃眉之急 可当他们正准备离去时 他们却碰到了一个老熟人 那个女人问小帅是否是可乐的父亲 小帅大方地承认了此事 这让小美害怕不已 她急忙拉着小可乐走了 那个女人又拉着小帅拍起了照 并分享在了社交媒体上 有人马上看到了他们的照片 这照片好巧不巧又被后妈看到了 后妈又打听到了他们的泳池位置 而这边小帅和小美也收拾妥当准备回去吧 小帅先把睡着的女儿放在了车上 此时可乐的电话手表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她和小美又在旁边沟通起来 小美数落小帅她不应该对外公开他们的关系 这会让他们母女的生活陷入麻烦当中 正当他们在全神贯注的沟通之时 全然没有注意到危险正逼近他们 一个坏人先是对着他们拍照 有个坏人慌乱之中不小心把手机吊在了地上 他们又急忙把车子开走了 小帅和小美发现时为时已晚 他们借走了那个熟人的车子去追坏人 当小可乐醒来时 坏人才发现后座上居然还有一个小孩 小可乐没看见爸妈 他害怕的在车上大哭大叫 哭着的小美又急忙通知阿忠也前来帮忙 最后他们把坏人逼停到一个死角处 小帅打跑了一个坏人 另一个坏人则挟持了可乐 小美提示女儿身上有报警器 聪明的可乐暗响了警告器 坏人吓得丢下小可乐跑了 可乐急忙跑向妈妈这里 光头向逃走的坏人索要照片和视频 可坏人却说手机撞坏丢了 从他们对话中得知他们是受人指使前来拍照的 小别猜那是后妈派人来干的 经过这么一折腾可把小可乐吓坏了 可乐只想让小帅抱着他 小帅晚上也不得不留下来陪着女儿 他给女儿讲了好多睡前故事 可乐却怎么也睡不着 可乐又让爸妈都陪着他睡觉 于是小帅被女儿拉上了床 小可乐也把妈妈拉上了床 这让他们一家三口显得温馨又很有爱 小可乐一只手牵着妈妈一只手牵着爸爸 小帅和小美就这么静静地躺在床上陪着女儿 可乐听到这话他显得非常开心 说完小美又深情看向小帅 小帅听到小美这话他一时开心地愣住 等小可乐睡着了小帅起床准备回家 可小美担心可乐半夜醒来见不着他 又会显得心烦意乱变请求他留下来 听到小美这样说 小帅显得开心不已 小帅趁他不注意之际 出气不意地亲吻了一下小美 小美害羞地跑出了房间 追出来的小帅给小美披上了丝巾 他从后面抱住了他 然后又再次和他深情表白起来 请求他们能再次回到从前 得知小美真的原谅了他 他又开心地抱住了小美 因为就在前不久 经过小美的努力助理也和小帅重归于好 他再次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助理和帅妹的爱情也得到了小帅的祝福 小美也原谅了帅妹 他们经过一番沟通最后拥抱在了一起 表示以后他们还会是朋友 阿忠和阿红这队也坠入了爱河 也没有第三者前来阻挠小帅和小美了 只要解决后妈这个最大的阻碍 他们就皆大欢喜了 小帅他这是第一次陪伴孩子睡觉 醒来的他一大早上又陪着女儿玩起了游戏 他用手指用力弹在女儿的手上 可爱的女儿无时不刻让小帅倍感幸福 小帅他说如果爷爷还活着 他会非常开心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孙女 此时小美出来叫女儿去洗澡换衣服 看着离去的母女俩 小帅心里无限伤感和后悔 他在后悔怎么能让这种幸福消失五年之久 小美又把小帅买的东西还给他 首先是一个新手机 小帅让小美收下 小美又把一个盒子还给小帅 原来那是六年前他送给他的手链 当时小帅亲手给他戴上 后面小美又脱下还给了他 六年后小帅又拿出手链 他再次给小美戴上 小美看着手链脸上露出了笑语 小帅又牵起了小美的手 请求小美嫁给他 他征求小美的意见 是否组织一个小型或大型婚礼 或者不办婚礼 但至少让他们注册结婚 小帅想给小美名分保护他们母女俩 小美不想和小帅去注册 他觉得有小帅在身边就够了 说婚姻并不重要 感动的小帅牵着了小美的手 此时小可乐来了 小帅抱起了女儿 小美接着也亲了一下可爱的女儿 小帅请求把可乐注册在她的户口名下 这次小美没有拒绝 这让小可乐开心不已 而屋内的奶奶们则给小美和小帅考虑起了婚礼事宜 奶奶还选起了黄道吉日 她认为下周五举行婚礼 小美和小帅就会幸福快乐 这让花奶奶和王奶奶一时也不好反驳生病的奶奶 小帅回到家看到助理居然在这里过夜 她出于保护妹妹的心理对助理很生气 助理请求小帅能理解就像她爱小美一样 她也希望每天都能看到心爱之人的脸 小帅请求她不要在这过夜 希望助理保护她妹妹的名声 他们商量之后 助理去帮她注册可乐落户的问题 但是帅妹拿出了上次被拍在网上的新闻 说超级巨星带着她的妻子和孩子在游泳 虽然没有拍到小美和可乐 但是帅妹还是担心后妈那边看到新闻会有什么动作 帅妹表示自己要回到新家去留意后妈 又说担心家里的保姆孤立无援 而保姆确实也知道了一些后妈的秘密 她猜到老爷不给继妹留股份 原因就是继妹不是老爷的孩子 后妈发现瞒不住保姆她就装可怜 说起了自己当年的悲惨往事骗取保姆的同情 原来后妈当年是为了保护她的家族事业不破产 在父母的逼迫下放弃了相爱的恋人嫁给了帅把 她请求保姆可怜继妹 说继妹病了情绪起起落落不能再刺激她 她请求保姆对此事保密 此时继妹又无缘无故地流鼻血了 这更加增加了保姆的同情可怜之心 后来保姆又偷听到后妈还在联系她的旧情人 后妈发现保姆又在偷听 她装可怜再次请求她保密 善良的保姆便答应了后妈 与此同时助理把帅妹送回到了家 她又约帅妹明天晚上一起吃晚餐 两人正在轻轻握握显得很亲密时 看到他们的继妹又嘲讽起了帅妹 助理维护心上人骂起了继妹 继妹正想打助理 帅妹却上前给助理挡了一个巴掌 保姆劝走了助理 又带着帅妹前去整理伤口去了 留下有病的继妹在那里叫得歇斯底里 帅妹告诉保姆说她决定做助理的女朋友了 并还说了哥哥和小美也重归于好了 帅妹和保姆开心地拥抱在了一起 当他们正在开心地看小帅一家三口的照片时 此时后妈却在门口偷听 最后她闯了进来 后妈闯进来抢走了妹妹的手机 后妈看到了可乐的照片 当她正要看到小帅一家三口的照片时 幸好保姆抢走了手机 帅妹找了个借口暂时把后妈忽悠了过去 但是后妈又从女儿的手机中 看到了花园屋的民宿宣传照片当中 刚好也有刚才那个小女孩的照片 于是她便拨打了民宿的电话 这电话好巧不巧被可乐接去了 小可乐又模仿起了花奶奶 介绍起了自己的姓和名 后妈马上质问帅妹是不是小美回来了 她拿着她的手强行解开了手机 看到手机里面的照片 她问小美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帅妹害怕地说自己不知道 后妈连甩了她几个巴掌 保姆想进来阻止后妈 门却被锁上了 后妈又继续毒打起了帅妹 她把怒火发泄到了帅妹身上 她认为小美和那个孩子是来抢财产 帅妹说可乐是小美和哥哥爱的结晶 请求后妈不要伤害可爱的孩子 后妈又一脚踹晕了帅妹 然后她火急火燎地往老家干 当保姆赶来叫醒了昏迷的帅妹 帅妹让她赶紧告诉小帅此事 保姆打去电话 哪只小帅的手机却是无人接通 原来小帅和小美正在草坪外面 他俩正化解阿中和阿红的误会 此时可乐拿着一个球过来了 最后他们一起陪着可乐玩起了球 他们四人陪着可乐玩得可开心了 在游戏中阿红和阿中也重归于好 此时的后妈却来到了老家 她偷偷地开进了院子里 又悄悄地下了车 刚好看到了他们五人正在欢乐地玩耍 后妈看到这幕震惊不已 阿中带着阿红回家了 可乐又捡起球和阿中叔叔挥手道别 他们一家三口又继续玩起球来 小可乐还跳起了可爱的数字舞蹈 此时的后妈一步步逼近了他们 小可乐率先看到后妈向他问好 后妈那恐怖的眼神让人不含而立 害怕的小美急忙护住了女儿 后妈质问小帅是否做了D内测试 她是怎么确定孩子就是她的 后妈言语中对着小美又是一番污蔑 小帅介绍小美是她的妻子 后妈听到这幕震惊不已 她又走上前侮辱起了小美 说她只是一个农家女 她问要多少钱才肯离开小帅 小美恭敬客气地查看话题 然后带着女儿表示就要离去 小帅给了一个亲吻安慰小美 可乐问刚才的奶奶是谁 小美便介绍那是她的奶奶 只是那是小帅爸爸的后妈 小可乐不知道为什么爸妈见奶奶都不开心 她觉得很奇怪 小帅说她父亲的遗嘱写得很清楚 她质问后妈到底要多少钱才够生活 而后妈却说是为了她的未来 然后就生气地离开了老家 小帅走进屋发现十多个未接电话 她便给保姆回了电话过去 保姆向小帅说了帅妹在家里的遭遇 姬妹把她的脸打肿了又被后妈打晕了 现在正发烧吃了消炎药再休息 小帅让保姆收拾东西 等下通知助理接她离开 保姆又叮嘱她照顾好小美和孩子 说后妈比她想象的要凶残 并有说有些事情现在不方便说 保姆希望等下单独给她电话 她现在要给帅妹收拾行李 保姆收拾好了行李 又照顾起了帅妹 通知她等下助理会前来接她去老家休息 姬妹得知小美和孩子的事 她担心小美母女来抢家厂会把他们赶出家门 后妈表示她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于是她又给旧情人打起了电话约明天见面 不巧这又被保姆听了去 保姆见后妈鬼鬼祟祟的 她又偷偷跟了出去 原来后妈为了防止小美抢她财产 她请求帮忙去杀掉小美母女俩 保姆准备离去时 不小心踩到树枝发出了声音 后妈发现了偷听的保姆 她甩了保姆一个巴掌 保姆质问后妈怎能可以这么坏 说她居然自私的可以为了钱杀人 保姆也甩了后妈一个巴掌 最后他们扭打在了一起 后妈又一把把保姆推倒在了石头上 保姆马上被撞得头破血流了 后妈又向着保姆坦白了老爷的死也是她的杰作 说完真相她又拿着石头准备杀保姆灭口 接着后妈就残忍地杀害了保姆 出来寻找保姆的帅妹 却看到了眼前这残忍的一幕 帅妹跑上前去看保姆 她不停地呼唤着保姆的名字 却引来后妈的注意 后妈又急忙返回来想对帅妹下杀手 帅妹哭着问后妈为什么要这么做 后妈直白地说因为死人才会闭嘴 他们一时也争执扭打在了一起 处于生病当中的帅妹不是后妈的对手 助理的呼喊声传了过来 后妈问帅妹是否听到了她和保姆的对话 又警告她不要把今晚的事说出去 否则她爱的人就会有性命之忧 帅妹害怕地晕了过去 前来接她的助理听到尖叫声赶来救下她 后妈撒谎说帅妹摔倒了她前来帮忙 助理也没想这么多 她抱着帅妹就往医院赶 而后妈则又让人前来弄走保姆的尸体 正当他们要封袋时 后妈丢了一朵白玫瑰给保姆 她没想到随之丢在里面的还有她的手链 晚上她发现手链不见了 又前来草坪上寻找 找了一圈却没有任何发现 随后她又用水冲洗草地上的血迹 次日早上她又前来草坪寻找项链 还是没发现项链的踪影 姬妹很好奇母亲在找什么东西 后妈便告诉女儿说她的手链丢在这 帅妹经过医生的治疗和诊断 她身体正常但头部骨折了 是被一个固体物击中的 他们怀疑帅妹被后妈家暴了 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小帅问醒来的妹妹昨晚是什么情况 帅妹一想到昨晚保姆的惨状 还有后妈对她的警告 她就害怕得头疼欲裂说不出话来 助理发现家里的保姆联系不上了 又向保姆的妹妹女仆人打听情况 女仆人也联系不上了保姆 他们便前来保姆的房间查看 却发现房间里空空如也 保姆的衣服东西都不见了 原来后妈那晚就收拾了保姆的东西 伪造保姆离家出走的假象 后妈说保姆离职了 因为她偷了贵重的东西就解雇了她 他们又报了失踪人口案 警察也前来检查了保姆的房子 暂时没有任何线索 后妈又带着女儿前来医院 她和女儿的父亲 她的旧情人胡子哥秘密约会 胡子哥请求后妈停止她的邪恶计划 但后妈一意孤行 她想和女儿分享财产 她请求胡子哥爱女儿就要帮她忙 胡子哥不想卷入她的邪恶计划 她再见了一面女儿之后就离开了医院 阿红猜测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故 她和助理前来事发现场找线索 妻妹看到了他们就很奇怪地问他们在找什么 说母亲的手链也丢在了这里 助理和阿红感觉很奇怪 阿红又闯进屋里质问后妈 数落她家暴武力帅妹 后妈借口说自己只是情绪不当 后妈面对阿红的质问保持了沉默 后来他们又把帅妹接到了老家休养 帅妹受了刺激以后从此变得不说话 任何人问她 她都是闭口不言 助理亲自面试了一个护士前来照顾帅妹 但助理不知道的是 这个护士是后妈买童进来害帅妹的 护士取得了助理和小帅的信任 她向后妈报告这里的情况 说她会把帅妹的药换了让她闭嘴 护士和后妈的对话却被装饰的帅妹听到了 小美的奶奶却一心惦记着小美和小帅的婚事 小帅和小美商量让他们的婚礼如期举行 小美说现在不合适举行婚礼 但小帅说可能发生喜庆的事情 更改善奶奶的记忆力的恢复 于是小美同意了小帅的提议 就在前不久 后妈从故事那得知小帅和小美将要举行婚礼 她让胡子哥以保镖的名义来他们加入职 实际上是帮她出谋划策组小美和帅结婚 胡子哥不想下杀手帮她另外出了个主意 于是后妈派人以老人孩子的安全威胁小美 让小美跟着坏人上了车 坏人把小美带到了一所老房子 小美看到了后妈 后妈告诉小美她父亲是她的哥哥 说她爸放弃家族名誉 以责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今却又让女儿和她抢财产 小美说她从不知道父亲的故事 后妈让小美重新给可乐找个父亲 也不要把他们见面的事告诉小帅 否则就会有礼物送给她 坏人把小美送到了老家的一个地方 惊陷在小美面前的是署名可乐的坟墓 小美吓得惊声尖叫 此时前来寻她的小帅找到了她 小美急忙问女儿是否安好 接着她就晕倒在小帅怀里 小帅又急忙把她送回了家 小美醒来得知女儿安好才放下心来 小帅再次关心地问小美缘由 小美想起后妈的威胁警告 她撒谎说看到毒蛇抬惊叫 又说天气热所以自己晕倒了 后妈又让护士给帅妹吃损伤记忆力的药 当护士准备为帅妹吃药时 阿红刚好前来看望帅妹 帅妹趁机把药藏了起来 阿红又到外面和阿中沟通 原来阿中请求阿红和她结婚 可阿红不想失去自由被婚姻捆绑 此时阿中接到小美的电话便匆匆离开了 小美带着阿中看了坟墓坑坑 又告诉她后妈以可乐性命威胁她 她请求阿中和她结婚来换取可乐的平安 阿红又进屋来看帅妹 帅妹把药给了她 阿红马上明白要有问题 当护士再来喂药时 阿红和帅妹打掩护把护士骗了过去 最后那药都被阿红收了起来 阿中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阿红 阿红不想听阿中的解释 因为她急着要去化验药是什么情况 小美向奶奶们说她要提前结婚 于是奶奶们给小美张罗操办起来 这天奶奶穿得光鲜亮丽 他们也布置好了婚礼现场 他们还让仆人给他们拍了照片作为纪念 最后还让小可乐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们还摆起了笔心的姿势来了一张 小美和阿中在寺庙拍了结婚照发给后妈看 后妈看到他们的结婚照片显得很得意 而在花园屋家里等待的奶奶们 他们看到了美丽的新娘从车上下来 但是小美却显得无比的忧伤 当奶奶们看到新郎居然是阿中时 他们都惊讶不已 小美说今天是她和阿中的婚礼 小可乐说她只要小帅爸爸 小美见奶奶不给他们举行仪式 她便想拉着阿中去登记结婚 此时小帅赶来问她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做 她又抱着小美就把她扛走了 不明真相的阿红看着阿中心碎了一地 小帅数落小美不和她说真话 她向小美坦白说她知道一切事情了 原来阿中把真相都告诉了小帅 小帅安抚小美 说她会用她的生命保护她和可乐 她又带着小美去办登记 小美显得有些犹豫 听着小帅那情真义切的话 最终小美签了字 他们也成了合法夫妻 小帅又带着小美来到了那所老房子 说这是送给她的结婚礼物 原来小帅偷偷地买了这所房子 小帅又给小美看了她父亲 写给妹妹的道歉信 她很抱歉妹妹代替她承担了家族的责任 并分享了她的婚后生活 还有介绍了她的女儿 小帅让小美放心说 她已经派人保护孩子和老人 说他们要在这所房子里 庆祝他们的注册日 小美被屋里的粉色玫瑰花吸引 走到了房间 她看到了床上有一个玫瑰花 布置爱心装饰 小帅也精心打扮 穿上了新郎装出现在她面前 她告诉小美以后 再办一个盛大的婚礼 说完小帅就想和小美亲热一番 但小美坚持要和小可乐打电话问平安 他们和女儿通完电话报平安 小帅一把抱住了小美 又把她放在床上 他们深情地互相对视 然后亲吻缠绵在一起 庆祝他们结婚登记日 帅妹看到哥哥和小美的结婚证书 她高兴地叫出了哥哥的名字 正如被护士看到了便告诉了后妈 后妈让她今晚解决掉帅妹 于是护士准备了下了料的牛奶给帅妹喝 此时阿红和助理赶到抢下了牛奶 阿红让护士自己喝牛奶 护士却害怕地不敢喝 小帅和小美向奶奶分享他们的喜悦 说他们现在正式成了合法夫妻 他们想得到奶奶们的祝福 看见他们幸福的一家三口 奶奶显得特别开心 坚持一定要给他们举行传统的态势婚礼 于是他们又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 小帅和小美穿起了传统服饰 小美梳着传统发型打扮得美美的 奶奶帮他们戴上双喜纱圈 又在他们手上洒水送祝福 花奶奶洒水助他们夫妻永远相爱 往奶奶洒水助他们幸福再给他们添个曾孙 阿中也真诚地祝福了他们 最后他们又拍了一张幸福大合影 让这美好的瞬间定格为照片成为永久的纪念 晚上小帅又逗起了小美 说从此以后这间房子就是属于他们俩的吗 小帅说在希望他们能再给可乐天的弟弟 他正想和小美实行造人计划 小可乐就前来敲起了门 小可乐吵着一个人睡不着说要和妈妈睡 小美开心地抱住了女儿 小帅鼓励女儿长大了以后要学会独自睡觉 最后他又蹦上床抱着他们母女俩说这很温暖 他们一家三口温馨的画面显得美好又幸福 小帅又向妹妹分享了他的喜事 并遗憾妹妹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 帅妹也为哥哥的喜事开心不忍 但当小帅问及那晚家里的事 帅妹想到后妈的威胁与恐吓 他又吓得说自己不记得了 另一边继妹又无缘无故地流鼻血了 在胡子哥的催促之下 后妈终于带着女儿来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他们说继妹得了白血病 只有通过骨髓移植治疗 胡子哥得知此事显得痛苦又难过 害怕的继妹随着母亲一起来到老家 他扑进小帅的怀抱哭诉着他的不幸遭遇 小帅安慰继妹不用害怕说这个病可以治疗 又问后妈保姆的事情 后妈坚持说不清楚 仆人则骂后妈说保姆的失踪肯定和他有关 他伤心愤怒地掐起了后妈 小帅和助理阻止了仆人 他很遗憾后妈又在撒谎 小帅告诉后妈说他会调查到底 后妈离去时护士又找到了他 说他被没收了身份证银行卡被扣留在了这里 后妈又给了护士一笔钱安抚他 并让他见机行事 当众向阿红表白 他们这对又和郝如初拥抱在了一起 阿忠陪着小帅去医院抽血咨询相关事宜 他们看到了胡子哥和后妈在聊天 小帅让助理去核试胡子哥的身份 得知骨髓捐赠直系亲属匹配的机会大 胡子哥便也登记了抽血化验 助理还故意帮他减身份证 小帅又和后妈针锋相对起来 原来小帅得知妓妹不是O型血 因此他发现妓妹不是他的妹妹 他推断父亲知道此事所以不给他留财产 他便当着后妈揭穿了他的秘密 说他从家里什么也不会得到 后妈见事情败露便想置小帅于死地 他吩咐坏人马上就动手 助理和小帅在地下停车库一番沟通 他们怀疑胡子哥就是季妹的父亲 然后他没有分头行动 助理发现有个鬼鬼祟祟的人拿着扳手 他猜到小帅的车子被动了手脚 他正想阻止小帅却已经来不及了 他又想打电话通知小帅 手机却被坏人打翻在地上 他和坏人一番搏动 经过一番波折他终于捡到手机 他电话告诉小帅此事 小帅果然发现刹车失灵了 接着小帅就惊讶失措地大叫了起来 小美看到电视上的车祸新闻 他担心是小帅出了车祸 联系不上小帅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后妈和胡子哥聊天时 他们的对话被季妹听到了 他也终于明白胡子哥是他的父亲 他痛苦地跑进屋里哭了起来 小美发现小帅平安回来了 他哭着激动地抱着了小帅 小帅对着小美一顿好言安抚 他们又发现助理也受伤了 得知后妈对着小帅痛下杀手 小美显得特别的难过和担心 他在后悔自责这一切都是他引起的 他觉得自己不应待在这里了 于是小美想带着奶奶远走高飞 他想离开这里换取小帅的平安 于是他带着女儿和奶奶离开这里 他们在路上碰到了胡子哥 胡子哥上前和他们打了招呼 他介绍自己是小美爸的朋友 小帅得知小美他们三个不见了 他们在监控发现小美出走的视频 他便和助理追了出来 小美看见小帅的车变上了胡子哥的车 小帅堵住了他们 他以为胡子哥欲对小美不虑 他上前就把胡子哥一顿暴打 直到小美下车来澄清误会 胡子哥说小美爸曾经有恩于他 说他是继妹的父亲 说小帅兄妹俩对他女儿一直照顾有加 他是前来帮助他们的 胡子哥揭露了后妈的罪行 并说他知道保姆的尸体在 伤心的仆人手上的水杯也掉在了地上 胡子哥跪着向仆人道歉 帅妹也终于勇敢地说出了那晚的真相 生气的小帅就想带着妹妹前去警局 胡子哥说以他曾经当警察的经验 说现在证据还不足 也不是最佳时机 目前最重要的是他要救女儿的性命 于是他们暂时缓下了把后妈送进监狱的步伐 小帅和小美一起哄女儿睡觉 小美又给女儿看了小帅以前当歌手时的帅照 他对小帅说自己是他一辈子的粉丝 小帅却还在生小美的气 他责怪他选择逃避丢下他离家出走 小美说自己不想成为他的负担 小帅甚至以为小美要去选择别的男人 小美说自己从未后悔爱过他 为了安抚小帅和表示自己的歉意 小美主动邀请小帅和他前去就请 此举让小帅心里乐开了花 他抱住小美就和他腻歪地进了卧室 继妹得知匹配的骨髓捐赠人是胡子哥 他宁愿放弃治疗也不愿意承认是他的女儿 后妈见女儿知道了真相 他以为是小帅告诉了女儿此事 他对小帅的恨意又加深了 胡子哥又去医院咨询何时开始骨髓捐赠 却被告知后妈停止治疗 说是家长带着女儿去国外治疗 他便电话询问后妈原因 后妈却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并让胡子哥暂时消失一段时间 继妹偷听了母亲的电话 便问母亲有什么是比女儿性命更重要 原来上次护士偷听到了小帅立了遗嘱 他便趁机逃了出来 他告诉后妈说小帅没有死还立了遗嘱 后妈认为解决小帅比女儿手术更加紧要 于是后妈载着坏人去老家继续完成任务 护士说小帅在老家雇佣了保安 并且房子的里里外外都安装了监控 根本就无法进入那所房子 后妈又心生不忌 他让坏人把护士做的遍体鳞伤 让护士去装骨肉计混进房子偷看遗嘱 护士先是用药迷晕了仆人 然后爬进了楼上关了摄像头的电源 又给房里的矿泉水 注射了不知什么药效的药物 他前进资料室找到了遗嘱 拍照发送给了后妈 此时的后妈正在做女儿的思想工作 说帅爸是爱他的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 否则帅爸也不会把他养在家里 让他接受胡子哥的捐赠 说胡子哥完成任务就会离开他们 后妈看到了一组照片 发现财产全留给小美和可乐还有帅妹 就算合法继承人死了财产 也会捐赠给基金会 后妈又在心里酝酿起歹毒的计策起来 小帅化身超级奶爸给女儿输了美美的发型 他来不及吃早餐就收到了信息 原来他们发现资料室的风扇没有关 他们怀疑有人前进了资料室 助理发现有个时间点的监控图片也不见了 小帅找来仆人问话 仆人说头晕睡着了 他们又发现了行迹可疑的护士 他们从他包找到了喂炎药 护士又找着谎言糖塞了过去 小帅和助理前去公司开会 发现秘书也悄悄离职了 他们猜想到这是后妈的杰作 他们不知道的是 后妈又要对他们痛下杀手了 后妈见小帅的遗嘱中 他和女儿一毛钱也没有 他终于决定铤而走险要痛下杀手 他先是让潜入房子内部的护士给矿泉水下了量 房里的仆人和保安喝了矿泉水之后 全都晕了过去 护士又把仆人阿姨也迷晕了 后妈又雇佣了坏人从外面配合护士 他们经过里应外合的配合操作 房子里的人都被打晕了过去 最后他们成功地绑架到了小美和可乐 另一边也有坏人把奶奶们全都绑了起来 助理在监控中发现视频有异常情况 但又联系不上房子里的人 他们意识到家里出事了 便电话告诉了胡子哥 继妹得知母亲的恶行 也急忙打电话劝阻母亲 但后妈一意孤行 他给小帅打来电话 让他独自前来胡子园解救小美和可乐 小帅不敢有任何懈怠 他火急火燎赶往约定地点 晕倒的保安和仆人也断断续续地醒了过来 警察也终于赶来了现场 他们发现了护士包包中的作案工具 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被护士吓药了 阿忠又带着警察前去花园屋 另一边小帅找到了后妈他们 他问后妈想要什么 后妈说他想要一切 他拿出一张新的财产分配合约 以小美和奶奶们的姓名威胁小帅签字 当小帅正要签字时 胡子哥前来阻止了小帅 他让小帅不要相信后妈 他们经过一番僵持 小帅趁机打倒了那个坏人 胡子哥也拿着枪对准了后妈 当小美和小帅准备前去救可乐时 后妈却射中了胡子哥的手 又拿着枪对准了小美 小帅毫不犹豫地为小美挡了子弹 正当后妈要再次扣动板击杀小美时 胡子哥对着后妈开了枪 前来的警察先救下了奶奶们 然后又救下了可乐 听到枪声他们也来到了柚子园收拾残局 然后受伤的人们被送到了医院 小帅在重症监护士昏迷不醒 小美非常担心小帅的安危 后妈虽有幸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从此以后她却再也说不了话 季妹说她会接受父亲的补髓捐赠 说警察找到了保姆的尸体 她将面临至少20年的牢狱生活 后妈受到法律的制裁为她的恶行买了单 她的下半生将会在监狱凄惨过 季妹哭着和母亲道别 胡子哥深情的父爱也感动了季妹 最终他们父女俩也彼此相认 小帅在病房一直醒不过来 小美显得担心不已 小可乐见在家里见不到爸爸 她闷闷不乐的饭也吃不下 小美答应带她去看爸爸 她的脸上才有了笑容 小可乐见到了日丝夜小的爸爸 她不停地帮小帅进行吹吹操作 小可乐以为她只要吹一下 爸爸就不会疼痛了 可乐抱着小帅不停地叫着爸爸 可能是父女怜心的原因 最终小帅在女儿的呼唤下她醒了过来 小可乐显得开心不已 她把爸爸抱得更紧了 前来的小美还让女儿不要抱着小帅 小美也高兴地喜极而泣 她开心地握住了小帅的手 这天助理前来看帅妹 小帅也为妹妹和助理爱情给予祝福 并说会为他们准备婚礼 助理开心地抱着帅妹转起了爱的圈圈 小帅又带着小美和可乐去海边玩 奶奶们也穿起了好看的花衣服 也在海边玩得不亦乐乎 小帅和小美看着奶奶们玩得如此开心 他们也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小可乐还被他们逗得哈哈大笑 第二天他们又在海边搞起了美味烧烤 阿忠和阿红这对也显得十分恩爱 阿红甚至让阿忠快点向她求婚 小帅和小美手牵手在海边散步 他们再次互相倾诉了忠诚 看着可爱的女儿他们显得很幸福 小可乐则在开心地玩吹泡泡 他们就这样在海边尽情玩耍兮兮 快乐的欢声笑语围绕着他们 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会一直幸福 本剧到此完美结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